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是要讲天堂M1月3号更新的活动内容 以及周末制作的重点说明 在影片开始之前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吧 好那我们先开始讲一下 因为新年开始所以两个地都会在庆祝新年活动 那台昂版这次推出了新年青龙的活动 那韩版叫做幸运蓝龙啊 应该是一样的那我就以韩版的活动内容当做说明吧 这个幸运蓝龙它其实是一对三的活动一起推出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击杀蓝色飞龙的每日任务 那这个蓝色飞龙会在每场世界王的前30秒出现 你只要击杀它或摸到它就会获得这个任务奖励 那这任务奖励就是一个幸运蓝龙的袋子 袋子打开可以获得一个龙之胜水 以及2024个魔法娃硬币 那这个王就是应该类似之前六周年的蛋糕一样 就是打一下一滴血要大家激活把它打死的 那你只要打死它你还会再额外获得个勇气的勋章 就是单纯的经验值奖励 以及一个屠龙者的buff 它能力值还不错维持一小时 然后它的经验值加2% 远近法商加1 还有一个叶子消耗减免5%的buff 那打死这个龙重点还会获得第二个年代的更新内容就是新增新的魔法娃娃卡 这个魔法娃娃叫做青龙吧 台湾应该会翻译到青龙 它是透过打死龙满地喷奖励之后有机会喷出这个青龙卡 那这青龙卡的能力最重点就是卡池 它的卡池有无视减伤加1 攻击速度加2% PVP伤害减免加1 还有HP加50 非常的优秀 那第三个关于这个新年青龙的活动 第三个就是这个buff雕像 这个buff雕像会出现在各大村庄 还有跨幅的安全区域 它的能力值是HP加200 PVE伤害减免加1 还有经验值加成3% 维持3小时的buff 那一个礼拜啊 这个活动都会阶段出现 好这是第一个青年青龙的活动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周末制作的重点 本周周末制作有两大重点 第一个 我们上礼拜有一个告别2023年的套餐 这一周有一个2024年的银星套餐 它制作材料一样是使用活动的道具 22个然后一个帐后可以做12组 那台版因为道具不一样 所以会不会同步进行 我先不肯定了 不过如果有的话 有出的话大家记得要做它 然后再来第二个制作就是 这个个人制作部分 叫做酷劫的圣物补给箱 这个酷劫的圣物补给箱 也是使用22个带子 然后他一个账户也是做12个 等于说做满的话就是18000赚 另外一个也是18000赚 那你说这个做满有什么好处呢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 2024年的银星套餐里面的奖励内容 就是一个欢迎2024年的产生生产代币 还有一张蓝龙卡制作券 以及三个高级圣物抽卡包 另外一个酷劫的圣物箱 它里面开起来就是获得一个酷劫的特殊生产代币 以及10包高级圣物抽卡包 那CP值得上来说的话 应该是酷劫的这个圣物卡包比较 比较香啦 因为1500赚就给你10包 11年抽的圣物包 这个算是比2000赚的那个 那个一般的蓝赚包还要更 CP值更高的 另外给你一个代币啊 这个代币它的制作内容就是 一个可以换三包高级圣物抽卡包 也是33抽 两个可以换10万的圣物币 四个可以换一个特殊的 圣物抽卡券酷劫 那这几个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CP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另外 有看到个小重点吗 魔法娃娃卡箱蓝龙 它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 所以今天你如果打世界王 那个蓝龙喷的卡片 你没捡到或者是你没取得的话 你还可以等别人去做这个蓝龙卡 做成功 然后你跟他收卡合 获得这个超强的buff也可以 所以这就是本周的 活周末制作重点内容之二 嗯 我觉得下面这个CP值比较高 上面这个大家看个人吧 如果你想要拼蓝龙的话可以拼看看 机率制作率我猜可能是5%或者是15% 这种诡异的数字啊 好了 这支影片献给大家 希望你们会喜欢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掰不 quan赞 uw纳心 我们下支影片 在一起 我们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